这两天黄一青和崔永元在微博上伺的十分激励,基本上是一来一回,互不相让。 不得不说黄一青也是个难缠的对手,拥有丰富的私家经验,不管崔永元是体肃还是微博上发文嘲讽,反正黄一青就是咬住崔和王迪的关系,以及四生死的是补放,因为崔一直没有对黄一青的爆料进行正面回应或否定,再加上黄一青底气十足,所以导致不少吃瓜群众的想法都开始松动。 9月9月上午,黄一青在发微博,给这件事加了一把火,从微博可以看到,黄一青派的文案和语书相当狠,谁不正面回应谁死儿子,谁撒谎谁死女儿,一直以来,熟悉黄一青的朋友都知道,他最在乎的就是女儿,虽然不管什么时候,拿女儿发读时都不太好, 但是也可以从侧面,看出她在立正自己没说假话,的确自始至终,崔永远从来没有对王迪的意识,进行公开否认过。 因此,不少网友看了黄一青这不成熟的言论开始相信她了,随后黄一青还在评论里补充道,我又不撒谎,怕什么? 哪怕我说,我要是撒谎死全家也不要紧,因为我根本没撒谎,也有网友评论道,小黄你正拿女儿说是,估计是真的了,还有网友表示,心头瘦都拿出来了,应该是真的,不知道崔永远会怎么应对呢? 但如果崔永远直接出来否定了这事,那么黄一青就打脸了。